HELLO 大家好 近期呢很多股友在这个WhatsApp Group 就讨论这个MRCP 在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里面的 会员组呢也是有人问这支MRCP 我们就来看看下 如果你是有意思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 Button 参加会员 这样呢你就有机会下午问股了 或者是说你想加入我的这个WhatsApp小组的话呢 也是很简单 现在是免费加入的 只是需要去这个留言区 里面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首先你可以看到呢它这边有 三个顶 这个叫做三重顶 然后呢它已经是截破了 这个紫色线 截破了这个蓝色线 也就是 筹码阻力线 这两个截破了 这边 就有很多这个套牢盘 我说这个形式呢是非常不漂亮的 你可以说它已经是截破了这个三重顶的这个 颈线 截破了这个顶上的套牢盘的颈线 已经是非常不漂亮了 无论是从形态 从这个筹码峰 从这个筹码阻力线来讲呢 它都已经是非常的弱势 它的支撑在里呢 第一个小支撑就是这个筹码峰的最高价 0.415 然后下一个呢 肯定就是这个筹码 0.39 它应该会在0.39到0.415 这边呢 有一个支撑 毕竟呢 这边还是蛮雄厚的这个筹码 如果你要去捞的话呢 如果你要去捞的话呢 你就应该是考虑在0.39到0.415 左右 这个Lens里面去截到 但是 因为它形式真是很不漂亮 这边有很多套牢盘 就算你去捉 截到的话呢 你最多也是抓一个小反弹罢了 所以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个人的风险的管理 要不要去抓 如果你已经是有股的话呢 老实说呢 你现在卖的话呢 就好像太迟了了 本来应该是 截破这个指线的时候 就应该卖的 或者说最差呢 也要截破这个蓝指线的时候 也要卖出去 现在卖的话就有点迟了 就看一下 现在也没有机会在0.39 0.415 等它弹上去的时候 再撑机会跑命吧 如果他截破0.39怎么办呢 截破0.39的话呢 也是要卖了 就不用看了 直接卖吧 而且也不要去截到 你可以看到截破0.39是什么形式 这个整个 都是套牢盘 底部是没有什么筹码的 这个 就叫做仇中矫情 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截破0.39的话 可能就要到0.27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来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如果你想我分析更多类似的热门股呢 就在留言区里面打上1 给我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